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宜林 为了帮助多伦多医院儿童安宁照顾团 台草举办募款活动 为病头募集更多资源 今年才五岁的古朗朗 担任募款活动主席 因为朗朗的双胞胎哥哥 患有先天性心脏疾病 出生不久便离开人世 一家人在安宁团队的照顾下 才走出伤痛 现在一家人也希望用实际行动 让更多人认识儿童安宁照顾服务 帮助更多家庭 那这个是小孩子的一些书啊 文具 就一半 这里面的文具是台湾的sponsor 为了帮助多伦多病童医院儿童安宁照顾团队募款 台桥苏与新筹办的酷酷室内水路园游会 从赞助厂商义工团队到摸彩礼品爱心捐款 几乎都是来自当地小界 有些甚至从台湾直接空运多伦多 让他很感动 这次的募款活动 有五岁的古朗朗担任活动主席 朗朗本来有个双胞胎哥哥康康 但先天的心脏疾病出生172天后便离开人间 这段期间他们一家人受到安宁团队的照护 看见团队对生命的尊重与肯定 这次的募款活动也在朗朗生日前一天举行为生命进驻 因为那时候这个PAT team就是安宁服务队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生命不管是长还是短还是一个生命 我们要尊重我们要为这个生命来庆祝 所以在他走之前一个月 他们就是在Siket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celebration party 为了cater 今年6月4号的活动 其实6月5号是他们的生日 是五岁生日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一个celebration of life is a special birthday party to celebration of life 大家应该祝福 卢永山现在在多伦多病童医院基金会服务 与病童医院一起奋斗 苏以兴表示 举办这项活动最大的目的 是要让更多人认识儿童安宁照护服务的重要性 这不只是对儿童 对于整个家庭走出悲痛都有很大的意义 这样涉及着胡玉莉 多伦多报道 台湾医疗先进 服务设备完善 费用又相较于欧美国家低廉 外贸协会 加拿大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与国内七家医疗院所 日前赴多伦多举办台湾特色医疗服务说明会 盘行侨迷回台之际 体验宝岛优良自费医疗服务 在你一踏进这个渐渐环境的时候 大家的亲切的关怀 那减钱跟减后的一些医生病的说明各方面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所以人温的这一块很温暖的这一块我觉得是蛮特殊的一块 多伦多台茂中心表示 过去因为地缘关系 医疗推广多着重在中国大陆 现在慢慢拓展到北美市场 主导MRI和磁共证的医疗院所指出 早上检查下午就能看报告 即省时 费用更是北美的一半 连中东皇室都慕名赖台检查 台茂中心呼吁台湾旅游观光文明 回来有吃有玩还能兼顾健康 物超所值 在场许多侨民也都展现出高度兴趣 庄社记者胡玉利多伦多报道 2017首尔国际食品展16号开幕 台湾馆包括光泉 三淑公和云维等 13家农产食品业者参展宣传 从传统的鱼松 葱抓饼和养生烤地瓜 到近年来透过韩众节目放送 在南韩人气飙升的牛嘎饼 品项多元丰富 吸引民众目光 我们这次除了牛嘎饼 我们还有对湖的防空活动 然后其实我们的工厂主要有麻薯 还有凤梨酥 还有饼干 除了美味的加工食品 真空处理强调美味保鲜的台湾雕 和宝岛生鲜肉品也来到展场抢市 开展当天就获得南韩大咖通路商 恰询合作机会 未来商机看账 我们这个台湾雕 销汉骨销得不错 这个品质非常好 他们也非常喜欢 那这一次我们在特别推出 这个金枪鱼 鱼鱼的slice 再充斥每个月我们吃了几个柜 也是非常漂亮 现在都会上好 烧尔国际食品展是亚洲第四大的 国际食品展 共计有来自46个国家 1600家厂商参展 展出规模达3000个摊位 预估可吸引超过5万个买主前来 是台湾食品业者拓展东北亚市场的 重要平台 中央社记者江远珍 京畿道高阳市报道 泰国自5月起进入热带水果产季 百货业者顺势推出水果自助餐 吃到饱的活动 每天早上11点起限时90分钟内 无限量供应榴莲 山竹 红毛丹 椰子 和芒果 糯米饭等多样化食材 每日举办5次吸引各国观光客朝圣排队 不过除了优惠价格 品质似乎没让消费者感到满意 不太熟 不太熟 水果不好吃 水果不好吃 没有吃 没有吃 榴莲好吃吗 还没熟啊 榴莲还没熟 尽管部分水果品相不优 但主办单位强调 这一次供应近约300种水果 光是榴莲就有17个品种之多 活动将在青麦和普吉岛各举办一周 喜爱热带水果的民众不妨抽空飞一趟泰国 造访长鲜 中央社记者刘德仓曼谷报道 中央社记者这一次 中央社记者 赶加达 互来替美国收获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新任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曾后人 5月初就任后马不停蹄展开拜会 30号代表处举办上任欢迎卷会 巴拿马等邦交国驻欧盟大使出席 场面热闹 欧洲议会友台小组 及比利时国会友台小组 也分别致辞欢迎 对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表示会全力协助台湾获得国际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 会在未来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此后人表示总统蔡英文致力促进 台湾与欧盟关系 他作为欧盟最前线指挥人 将带领代表处发挥最高战力 那这里真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总统 最期许能够完成的 也就是这个BIA 双边投资协定 那当然这个工作 从两年前就开始了 那现在虽然有进展 但速度并不快 那我在这边一定会尽我的力量 把我们大使馆的这个团队精神 把它发挥出来 希望能够完成国内给我的使命 蔡总统曾表示 若能和欧盟前顶BIA 将是双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为促进双方经贸制度化 期盼能竞速展开实质协商 中央社记者唐佩军 布鲁塞尔报道 那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中欧年度峰会6月1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 有媒体指出 正逢美国总统川普决定 是否退出巴黎协定之际 中欧峰会罕见提前召开 颇有对美国施压之意 出席峰会的 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与欧洲领袖 将就中欧关系及全球性议题 交换意见 并商讨全球暖化的因应方案 更多何需消息 也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